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司的总裁就这么被敲定了 不仅如此 马斯伯还把新总裁诺维尔介绍给董事会的成员们 各大报纸也相继报道新总裁是如何的愚蠢 如他所愿 股票果然大幅下跌 在一次会议上 诺维尔在董事会面前大秀了一波他的呼拉圈 并声称想要推广这个圈 尽管大家都很不理解这个发明 但马斯伯觉得 这呼拉圈像诺维尔一样愚蠢 只会使股价暴跌得更厉害 于是立马决定批量生产售卖 刚开始没有人愿意买这种圈 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人们发现了呼拉圈的有趣之处 都争抢着购买 呼拉圈一下子大受欢迎 并且迅速席卷了全球 甚至惊动了美国总统 给诺维尔发来了贺电 公司的股价也飞速回升 马斯伯眼看自己的计划不仅没有实现 还被反杀了回来 于是设计了一个陷阱 让诺维尔陷入了于报社记者的丑闻风波中 很快就如他所愿 公司的股价变得一文不值 为此诺维尔很失望 没想到一下子就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他爬到公司的高楼上 准备效仿前任总裁跳楼自杀 诺维尔真的还是跳下去了 但正要落地的那一刻 时间突然静止了 诺维尔突然停在了半空中 前任总裁化作天使 来到诺维尔的面前 并且要让诺维尔打开那封 没有送达的蓝色信件 读完信后的诺维尔才知道 原来前任总裁 想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赠送给新上任的总裁 随后前任总裁便消失不见了 诺维尔也安全着陆 并且将这个消息公布于众 这意味着 马斯伯想要低价购买公司的阴谋破裂 第二天 诺维尔接手了股份 马斯伯被当作精神病人 抓进了精神病院 诺维尔与他所继承的千亿资产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既给大众带来了乐趣 也给人带来了发人深思的道理 是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